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21日 墨尔本城适应全南天龙 周四晚上 亚冠联小组赛继续进行 身处G组的墨尔本城与全南天龙将一决高下 全南天龙实力极其有限 而且上轮小组赛输球 士气遭受打击 此番面对小组赛保持不败的墨尔本城 全南天龙在天一败并不意外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墨尔本城上季联赛表现相当强势 他们在常规赛取得第一名闯入季后赛 而且最终顺利夺得冠军 墨尔本城经济可以出现在亚冠联的赛场上 到了亚冠联 他们与巴吞联 联城和全南天龙这些实力不如几队的球队分在G组 可以说 只要墨尔本城正常发挥 他们就能在小组中突围而出 小组进行了二场 墨尔本城表现正常 路德一胜一合的不败战绩排在小组投位 上仗面对联城 墨尔本城更是三球大胜对手 其中MD利奥更是上演没开二度的好戏 此番面对上仗输球的全南天龙 相信在他的带领下 墨尔本城可以全取三分 作为寒意的球队 全南天龙是通过夺得南韩族总杯冠军 才得以参加亚冠联的 他们经济需要多线作战 以全南天龙的阵容班底来说 并不足以应付 因此全南天龙很可能会 侧重联赛的比赛 而在亚冠联上有所保留 小组赛踢了二轮 全南天龙路德一胜一负 首战面对菲律宾的连城 全南天龙一球小胜 尝到了田套 但次战面对巴吞连 全南天龙被打回原形 后者二球完败给对手 士气遭受较大打击 此番营占小组实力最强的墨尔本城 全南天龙再次输球在所难免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